全區,整個東區 這裡有六個,泰古城有八個 西灣海有四個 由早到晚都不用 有幾十班 所以又沒有了 你肯定一間又沒有了兩個 四點後就打了兩個 還有一些私人網球班 還有一些球會呢 有些打熱門那些 晚上就已經兩晚沒有了 整體又不夠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想去打網球就比較難 在教育局的學校開放計劃 政府每年都有通告 近幾年都已經積極了 我們如果和一些合資格的 體育會來到合作 每年在學校願意開放多少給他們 我們已經是比較 遲開放的態度 不怕他們弄爛地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這裡 第二就是賺人保險 對 賺人保險 跌傷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在紙上很好 但往往是留在紙上談冰 原來我們都會和校長會說 但校長會都非常支持我們社區多一點 剛才說到晚上 因為我們早上課就是用者 但晚上其實這個場都很曬 要支出的就是保險 可能要人手 即是人工開關門 基本上都是這方面 對 這方面 應該是開支 應該是開支 為收保養 對 為收保養 那邊就更多 其實我覺得發展體育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普及化 其實普及化 大家知道 其實地區的支持很重要 尤其是學校的支持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特意去了東區 可以說去看了我們地區的康民署設施 很開心有不同的地區關注體育的同事 剛才一齊都和我一起看過 亦都表示很多時候 屋場或者場地不足的問題 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更加可以去多些關注的 就是開放校園和開放 或者釋放學校設施這個計劃 大家不知道 其實在康民署和體育教局 亦都推出了一個計劃 釋放更多學校的場地 給不同的地區組織 不同的體育總會和俱樂部使用 但是這個計劃推動了四年 其實都遇到不少難處 需求是很多 我們很多的體育愛好者 很希望可以入到學校做活動 但是可能那個計劃的設想 或者計劃的細節 是真的要繼續去關注 繼續去優化 可能要是有更多 適合學校或者解決學校的 一些顧慮和問題 還要慢慢去了解 所以今天也特別訪問了一間學校 在這個計劃中遇到的難題 或者未來有什麼可以更加做好些 所以未來這段時間 我會繼續去不同的區 香港不同的區 因為各個區都有自己的區域 每個區遇到的情況都不一樣 每個區的市民 每個區的年輕人 他們喜歡的太陽行物都不一樣 所以我會在未來這段時間 多些落區 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意向 或者一些想法 希望在未來政策上 真是可以落實到 全民運動和運動的普及化 今天就這樣 希望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